雙手拿起巨无霸三明治张大嘴一口咬下 到日本观光不少人都一定要吃拉面寿司 不过现在还有一个必吃料理就是鸡蛋三明治 位在东京名作歌舞伎剧院 有一间老饕才知道的咖啡厅是老牌三明治名店 开业至今已经40年 还没到营业时间店外就排气队伍 大家都是冲着招牌鸡蛋三明治而来 店家透露好吃的秘诀就是使用现烤的吐司 而且一天还要进货两次 刚出炉的吐司装在袋子冒出水气 店家制作时才会把吐司切成10公分的超级厚片 放上鸡蛋沙拉切成两半 切面可以看到满满内馅被叫做蒙断面三明治 意思就是被断面蒙翻 鸡蛋三明治突然爆红的原因 原来是因为东京奥运时有外国记者分享 便利商店的鸡蛋三明治 让这道日本平民美食红到海外 带起店家生意 店里除了鸡蛋三明治还有鲍鱼火腿等其他口味 日本物价上涨 蛋价还创下史上新高 但老板坚持给料大方 让客人吃到最好吃的料理 东城新闻国际中心综合报导